農民总医院骨科主任杨大松 今天下午首先出门了计证两次重手术经过 计证本人也在旁参观 杨主任说 计证第一次住院是着急残祥骨 经过开刀物理治疗之后已经痊愈了 但离经练习之后呢 发现右腿残祥 第一次回来检查的结果 针断为右腿残祥骨 经过开刀切除 目前正在农总和物理治疗 农总物理治疗 医师徐道昌和岳慧林小姐 接着说明医生每天接受物理治疗 以恢复他手术之后的肌肉纤维 目前的情况相当的好 短期内可以出院 另外 心脏功能科的主任李有炳 在会中报告了尊科院长病逝的原因 他说孙院长是死于心肌梗塞 和充血性的心脏衰竭病 虽然经过各种急救处理 孙院长还是病逝在农总 不愿意